好 为了要帮助这个凤梨果农度过难关 现在宜兰县民宿协会就向果农来订购了300箱的凤梨 而且还在宜兰的凤梨故乡 圆山乡 举办了500人份的凤梨饗宴 有好多的凤梨料理排得满满的 现场民众夹菜夹得好开心 帮助果农同时也大包口福 金光闪闪的裙摆摇啊摇 就像黄金凤梨甜滋滋 热闹开场为丰盛的凤梨饗宴 揭开序幕 大家特夹别客气 一道道美味料理摆满桌 他们的共通点就是都有凤梨在里面 一香香凤梨叠一整排 为了支持果农宜兰县民宿协会意气相挺 一口气订300箱凤梨 还选在凤梨故乡圆山乡办宴席 真的很有心 做一个带头的作用 那第一批我们先采购了300箱 那之后我们会逐批来订购 要求我们这里稍微 专台湾 专医院专医院大家都来吃翁来 可以翁翁来 富含膳食纤维及丰富 维他命B跟C的凤梨 对健康好处多多 中国下令禁止进口台湾凤梨 严重冲击果农 那就自家人挺起来 帮助农民渡过南关 大家一起热心吃翁来 相信好运一定也会旺旺来 华视新闻将这位皇冠节叛见任 宜兰报导